我给你个建议啊 定金啊 先退回去 你们去济南 你们真有本事 俩年轻人 干两年 存个六万八 不是个大叔 这年代只要你努力 我说的对不对 对 女生 这个需要你跟你的家人 重新来更新一下观念吧 你们是现代的年轻人 用现在的方式来恋爱 其实我们俩相爱 跟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父母会因为你这样的举动 包括他 他们会在心里面 会有所感受的 然后你们俩就踏踏实实地 在济南工作吧 工作两年以后 你们再有问题 我们欢迎你们再回来 喜欢他以后多关照他 好吗 两个人都不容易 加油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包红堂 真情六十年 这么多年了吧 我觉得 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也不想 就是 因为 因为这一点小事 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 听了老师的话 我知道自己可能 有些方面 做得也不好 以后我也会 多关心你 然后 给你足够的安穿感 我 没有说 要控制你 自由 我只是想让你 更多地去在乎我 我也知道 我前面所做的事 都是错的 对不起 听了老师那么多话 我以后会改的 我希望我们也能好好地走下去 好 谢谢两位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选择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我会冲着你 能对人好点吗 好 好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回吧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觉得吧 我还欠你一个订婚 真正的意思 因为在当初订婚的时候 并没有给你一个意思 然后我希望我们 不要再添一枪了 好好的往下走 来 请亮灯吧 来 送给你们 你们俩如果这个十年以后啊 还能因为一些事情 抱在一起相拥而弃 我相信你们就幸福大了去了 好好珍惜彼此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我相信所有的人的心里 就是那么几个字嘛 祝幸福